就算令完成在2014年,哪怕2015年也用文貴先生這種形式爆料 最後也不會有人相信他,即使是令計劃本人出來也一樣 他們會混淆時停第一,搞壞你作為證人的名譽 說你有經濟問題,性犯罪,當你去到法庭做證人 在那時如果律師說,這個證人經常說謊,經常做違法的事 那麼這個證人的證據的含金量就變得極其有限 然後再加上他們買通一些記者 比如華爾街日報或紐約時報大蝙蝠般抹黑你 所以就會使得美國的這些政客望而卻步 還有一些海外民民分子和一些相識的議員挑撥教唆 說某個人會影響你的聲譽,網上都已經爆出他有問題,有醜聞 其實證明你一個人是證據的方法,在法庭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能夠趕復陪審團 第二種就是原告要將你的證人搞死 譬如他請一個殺手將一個證人殺死 並且將過程全部記錄下來 這樣他抹黑的所有事情都沒有作用了 這些就是美國的邏輯 郭先生對中共的策略完全了解 知道他們怎麼操作 所以他在2017年發佈了一個這麼大的局 引誘這些人捐進來 為什麼這個文件這麼重要 因為在總統這個級別成功地把習近平釣魚釣出來 習近平親自出面用這麼多力量 來換取文貴先生不可以發聲 這就是最好的釣魚 文貴先生手上哪有什麼料 絕對是百分之百極具殺傷力 是中共最核心的東西 那就足夠了 每一個都是證據 FBI將每一個證據都落實 司法部在17日將文件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重磅失除 什麼叫爆料革命 其實爆料就是引誘 就是引蛇出動 真正的力量是法律 用超限戰來滅中共 關卡